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主要就是说把这个试点的部分把它取出来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前面记得要加一个List 把它做个转型动作再做输出 但是一般的需求是这样 其实常常见的需求是说 有些时候有些提供Jetson的格式 当然有同学会当番说 老师那我们已经习惯用CSV 那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Jetson的网络资料 帮我下载下来之后 帮我干脆存成CSV好了 而且这个CSV呢Excel也可以打开 那这样就很方便了 我把它转存成CSV 用Excel打开那我就可以做后续的动作了 那我就不用管他是Jetson 因为有些时候 刚好厂商那边或者是刚好客户那边 他就只会提供给Jetson 因为他们公司可能比较高科技吧 OK所以刚好 不过这也很难说啦 反正因为现在很流行 用云端资料库 那云端资料库的架构就是key value 类似这样的架构 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 那你有这种需求的话 那该怎么做 所以你就要反正很多东西都见招拆招 有的时候不见得会有答案的 那你就要去想办法 怎么样把它变成CSV 那我讲过啦 CSV它的架构一定是中间加豆点 然后上面一定是栏位名称 第一列是栏位名称 后面就把资料放下去 不就ok了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刚好可以输出 会是那样的结构 所以首先的话 当然我们目前输出 看到的就是里面都是一个一个list 像这样子 那我要怎么样转换成刚刚好 所以 应该上面需要先栏位名称 所以呢 我这边 我先把这个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 在上面先加上栏位名称 所以我就在这边先加一下 Printer 不过我先不要把它存档 我先列印出来 那中间的话呢 记得加豆点 有没有 第一个是侧站的名称 侧站的名称 县市的名称 然后还有细旋 浮力、微粒、浓度 然后 四个栏位 对吗 这个 还少一个 少一个栏位 看 这个 还有什么 单位 对 还有这个 测试拿这个来复制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终于加豆点 然后记得它反斜线N 因为要换行 先print这个 然后再把什么 把这些资料呢 分别帮我串在这个 这个的后面 那串到后面的话 我就必须 把这个资料 一个一个读出来 一个print出去 而不是像这样 所以怎么办 那 特别是要 这个的话可以借用 format 来完成 所以再来的话 print format 里面要放 很简单 一个大瓜糊 两个大瓜糊 三个 四个 五个 有没有 五个大瓜糊 后面的话 用format 点format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format是万用的 然后里面放什么 其实 把这个list 分开来 总共五个 所以 应该会有五个栏位 那分别什么 放第一个 0 后面的话 你一直类推 豆点 那就是一 一直到 四 全部的资料 通通都过来了 OK 这边的话 再来就 放 二 然后 三跟四 所以这边的话 分别把 资料套到后面去 三跟四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print 中间加做点 把这些东西 通通都 丢过来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然后 然后再来的话 我把它print出来 给各位看一下 糟糕 我刚刚那个 reset它一下 好 那再把这个结果 把它print一下 刚刚的结果 然后 执行 OK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哎 好像多一个换好 那样子 底下的话 OK 那这个部分 你会发现 就是 将来csv 里面的内容 不过 我看一下这边 为什么 这 print 对 print本身 就等于是换好 所以这边会多一个换好 但问题来了 我现在呢 这个结果 目前只有print出来 可是我如果今天希望把它存档成一个csv 应该有讲过吧 这样他们程式就搞定了 有没有 就是增加一个open 你要放的pm25.csv 然后把它write出去 write的话 后面必须加一个自串 把这个要串成一个自串 所以还记得吧 我们第一步的话 先怎么样 把这个刚刚的print这个 干脆改一个s s这个变数 等于这里面的东西 但是因为s不像print本身会有换行符号 所以我们自己加一下 那再来的话就把这个 这些东西 记得没有 一样也不要放到那个print里面 一样做s 等于s加上什么呢 后面这一串 把它加后面这一串 帮我全部串在一起 但应该还是会有一个问题 是换行的问题 反斜线n ok 那全部串完之后的话 最好是 这边有个瓜五多的 最好是把这个s先print出来看一下 看看会是我们要的结果 如果是的话呢 那我就怎么样呢 把这个东西 直接再把它 好吧 最后再把这个prints 看一下结果不ok 如果ok的话呢 那我就直接把这个s write出去就可以了 有没有看一下 看起来好像ok 换行有没有ok 换行也ok 好 那这个就是这样的 我要放在csv里面 那我怎么把它放csv enter 有没有 还记得吗 fw 存档等于什么 open 填瓜糊 放在根木屋底下 叫pm25 点csv 后面加什么 痘点 w 还记得吧 写出去嘛 然后再来什么 把那个什么 fw这个 的方法叫write 把什么呢 把swrite出去就好 这样就存档成功了 试一下 理论上这样的话 就可以帮我把 json 存档到csv了 最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在这个底下根木屋 不过它已经出现了 只是说要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refresh 然后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 pm25在这里 这个档 对 pm25.csv 那点两下看一下 打开 看一下 它会用什么 用Excel帮我打开 这边有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打开你会发现 诶 基本上就符合我们要的 而且没有乱 ok把它关掉 再一次 点两下 诶打开 只是说宽度不足 把它自动调整一下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全省的测站还蛮多的 那当然目前空气品质哪里最好呢 其实最后的话 我也把它看一下 这个 资料 最好的话应该是在 新北市 富贵角 台东 这些都测站 前面排名都还蛮 空气品质都还蛮好的 那比较差的是哪里呢 比较差的应该是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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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新竹 新竹为什么空气这么不好 南部城市有什么 园区的关系吗 不知道 高雄 你看 高雄都是 还有呢 桃园 苗栗为什么会这么差 苗栗好像 难道是苗栗国的关系吗 开玩笑的 ok 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Jackson 改成这个CSV档 ok 所以以后 不管说 人家提供给你的是Jackson 还是CSV 你都可以自己转 没有问题 不过前提特别注意 你要了解那个 转换的这个整个过程 ok 主要当然也没有说 特别复杂的点 主要就是配合什么 我发现这边又是用format 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format 真的立下很大的功劳 我发现很多地方 有format 哇真的太简单了 但如果没有用format的话 说真的 哇自己串的话 那真的是非常容易做错 所以format 你只要熟悉它 我发现你串 这个程式 相对的 就可以让程式变得很简单 至于细节 我建议回去还是要多多练习 真的程式也没几行 你看我写出来程式 就这样而已 就可以把什么 把Json转成CSV ok 那以前Json要转CSV 是一件多麻烦的事情 你看Python这部分真的还蛮厉害 蛮好用的 ok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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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